哭聲此起彼落 馬來西亞慈濟仁醫會 為緬甸洛辛亞難民兒童接種疫苗 快兩歲的小男童拉希德 引起醫生注意的是他的左肩膀 隆起了一顆肉瘤 比成人的手掌還要大 任醫會及時發現安排進一步檢查 我們懷疑他有遺傳性的卵組織肉瘤 可能需要幫他做一個掃描 可能要拿一些肉瘤去醃 過後還要找專科的醫生 特別的專科 尤其是骨科或者是整型科醫生 他們要一起去各種種瘤 慈濟志工也到了拉希德的家 了解他們的生活經濟狀況 手術治療 生活補助 正在雙管齊下 大愛新聞 魏力柔 朱凱琳 馬來西亞報導 救命 災码